酒精虾场的那种气场 他脸上就写着我是一个 拥有过数不胜数的成绩的顶级牌手 当然在这张桌子上没有一个是弱手 能坐在这张桌子上的玩家 都是在牌圈里面算是水平比较高的 顶级势力 因为你可以参加这种买路 你一定就是打牌技术 不管是自己对自己的 自信也会很高 因为你这已经说明 我长牌已经打得很好了 我现在可以去试一下 这个新游戏短牌 因为很少是长牌打得不好的玩家 然后就跑来打这些短牌的比赛 因为长牌是基础 这里对于九师来说又是一场非常好的面 你看在翻牌前 九师是不领先于这五个玩家的任何一个 但是在翻牌后 他什么都没有击中 但是就是一个隐蔽的两头买顺组合 就已经远远领先了 这也是为什么说九师肉牌强 就是在多人底吃游戏的时候 要么就跟你完全没有关系 一旦跟你有关系 你是很难就说被冲突的 对 一手不靠击中的牌 去跟对方纠缠 就很容易做到一个情形 就是对手是拿一些击中的牌型给你打 你们两个不冲突 但是当你判断自己大的时候 对手很难去 这里直接是all in 那这里A8是一个秒负 那九师直接拿一个双头买胜 实现了自己的强权益 可以看到这位玩家 他在翻前打得很紧 但是在翻后打得异常的凶暴 对 因为他也自己知道买顺在这个面上是很厉害的一手牌 并且当他买到的时候 对方往往有支付 对 因为这种牌型 你不太会去占到对方的奥子 就是你不太会影响对方的击中 所以这种牌的优势体现在这里 就是往往就是扑克 就是在你有我也有的时候 我并大 那他90 当我也有的时候 我有顺子的时候 你一定是有击中的 因为我场上可能五张牌都跟我没有击中 会得到很多大量的三条两队的支付 而且顺子往往都比较隐蔽 像三条葫芦 发个攻对面大家都不敢动了 对 对吗 或者发个花面 特别在长牌里面 顺子更加隐蔽 是 那这边 按照他的打法应该很难用K圈去跟住一个三十万 接近三十万的一个 这个下注 因为这里他的持住比其实非常的差 他只投入了一万六千 要面对一个 二十九万 他选择七排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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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说这里就是出名的一个人参鸡汤 然后呢 Sam Greenwood 他有叫过 他说这碗里真的有一只头子鸡就给你整只鸡 他说在排桌上吃的时候会有点困难 他继续Limp全九 他生抽马就可以在前之位Limp很多很多的牌 全是死杂色也Limp 跟住 拿到了十九 也选择跟住去看一个番号 又是一个多人底持 Family Port 对 我们看见就是长排这种现象不会发生 对 很多但是短排那这边 因为大家都不会落后多少 所以优秀的人他们很就是在番前几乎不会放弃很多排行 对 所以有很多跟住进来 游戏大量的排行 好 七七中了SET 然后有多加击中了顶队 A8的概念也还可以 这个排面跟大多数玩家都还有点关系 可以看到 哇哦 异常凶暴 这位异常凶暴 直接选择了顶对卡顺 顶对卡顺后门花 在一个多加底持 做出这样一个动作 Greenwood已经 他的七七有点 有点 有点 他有点不知道 他有点不知道情况现在 对 因为他这里还真的是有输牌了 是 因为毕竟是多加底持 我觉得他看的也是一台比较后卫 对 所以他在这个就是情况下就是决定了打个O-In 其实Wik他的身材特别好 你会觉得 他人很高 对 七七哼 他七七很难受 他算他输多少 并且跟多少排是只是可能六四开 他想如果他call上 去有没有奥子 如果对手是十十的话 他就等于就是完蛋 但对手如果是天顺 也有可能 也有八九只有牌 然后甚至也有一些买牌 比如说高招买花 或者说是 对手有方片 方片八 还是call了 还是call了 他思考了一下 面对整个范围 他还是 应该是领先 应该是领先 对 他自己闭了眼睛 计算了一下 对 像这里很多人就会说 你中了set 为什么不秒call 对 这里绝对不是一个秒call的牌面 六加底池 你的中set 很难说 对 真的很难说 是 因为大家都是跟进来的 所以就是 人家中顺的可能性很大 还算OK 这张转牌 转牌没有出攻队 还是给了一点希望 哦 哇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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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真的 可以看到 好像刚刚六加 六加玩家里面 只有一个人 有一个A8 有一张8 发片8在手里 那的确剩下的牌里面 发出8的概率不小 发出8的概率真的不小 这个是个可怕的游戏 先放进去的意 你避免了被剥削 同时给了对方难题 对方call上来 你还有的追 嗯 这就是 因为很小是会被Juring dead 对 就是没有outs的情况 90 你看今天 今天我们打到现在 90这种牌已经赢了多少了 对 而且一赢就是赢大婆 是 这种牌超级强 就像AAR KKR这种牌赢 我们都觉得是顺理成章 对 或者说Bad Beat 我们觉得啊 好伤 对 那90这种是 善于给人惊喜的牌 因为本身也 我好像看上去也不长 是 但赢的时候 怎么总能赢那么多 对对对 这是心理上 给人意外的惊喜的感觉 这就是刚刚 我们刚说完的这个情况 当我有90 且跟我有关联的情况下 对方有击中会配我 跟我不冲突 对 那现在Chadwick 他成功翻倍 然后呢 我们看见Sam Greenwood 他现在是端马了 那他们说好像 奖 奖池的分配已经出来了 等会我们会看一下 对 那应该是停止买入了 停止买入了 我们这次是 816的级别 对 65位玩家参赛 然后呢 现场还剩30位玩家 你们可以在右下角看见 那这边 枪口位 Ben Lam 他选择用A圈 直接41万的积分牌 在欧阳 那应该是成功收持了 因为后置位的几位玩家 都没有拿到 非常合适的牌 即使是99 面对枪口位的欧阳 感觉也一定是落后的 几乎是稳稳落后 这个游戏的魅力就在于 你觉得他 哪怕 枪口位当 4到低了的时候 枪口位秀出了他的A圈 你觉得低了的99会空吗 也不会 对 也不会 这就是 翻前主导者 翻前激进者的 杀伤力 我先做了一动作 我先放进去 我可以把 很多跟我不怎么落后 我的牌力 全部通通打走 收了大货之后 开始很放松 可以吃一点东西 补充一下体能 作为一个牌手 有时候 就是这晚餐 都一直是在桌上吃的 因为这个比赛 今天是没有 就是晚餐休息时间的 对 蛮辛苦的 但你任何一个航档 你想要做得好 你必须付出努力和艰辛 可能你拿到冠军的时候 别人只看到你 辉煌的时刻 他们看不到你日日夜夜 对 一个人在 在电脑面前按软件 去算这些公式 对 然后在线下 不停地拿筹码去练习的 这样一个过程 有很多玩家 他们就是 说自己退休了 他们也说到 就是这个行业 你要做 很出色的一位牌手 真的是很苦 对 很苦 你是 他说除了吃饭跟睡觉 就是扑克 是 就是学习扑克 对 可以看到那些世界顶级的玩家 他们每个人都在 即使他们已经这么有钱 他们都会花大量的时间去提高 对 他们想要跟上时代 是 因为你一不学习 就会落后 对 像我知道 就是比较 亚洲扑克圈比较励志的 像小屁 陈彦汉他是 之前据说 他拿那个APOY的那一年 是打了三千五百个小时的牌 一年打了三千五百个小时的牌 我最夸张的看见他 好像已经进了APPT 澳门站的决赛桌 然后呢 那天他是好像第三天打完的时候 他直接又去打另外一个比赛 然后晚餐也就是在桌上吃 大大的那个快速赛 所以他就完全就是不会去休息 或者是去享受一下 对 他就完完全全就是去打牌 就 所以 对 人生就是 德州扑克 所以他是那一年的亚洲最佳牌手 这是 这是他应得的 对 非常努力 我觉得一个人能在一年花三千五百个小时 不管你做什么 你都会得到令自己满意的回报 是 绝对的 虽然我们从事的这个航档是一个讲究运气非常重要的 但是 即使是这样 在这样一个运气如此凸显在纸面上的一个航档里 我们依然可以很清晰的感受到勤奋 它是更加重要的 嗯嗯嗯嗯 好 拿到的 那这里Jeronda是可以 那这里Jeronda应该easy fold 面对两家的all-in 在后排之前他应该还是要精准地计算一下 吃猪笔 他说let's gamble 他call了两位玩家 计算一下吃猪笔 那他这里是call了一个 冒着巨大的风险去call 因为他自己的后手手码 依然很多 大家都是童话的牌 就没有放开 这边我们看见天顺 这K-go 马上发出来 哇这真的有时候会看见最落后的那个牌 倒是中的牌 这就是他call的原因 我们来计算一下 我想想 14万 三个14万再加底池 那有46万 47万 47万 10万 他要花 22万 22万去看一个40多万的主坡 以及一个额外20万的sipod 主坡的话他需要有三成多点的赢率 那K-go 是肯定在这个范围里面 sipod要1-1 但sipod是只加了10万 可能我这个 我没法心算 我可能还是需要用计算器来按一下 应该是做了一个比较边缘的跟注 我们看见刚才Juanda清了两架 然后呢这桌马上Ciao也被淘汰了 并PD 奇奇 嗯 我和 Standards 蜂糖 那我们现在到红桌 这边我们看见我们前面Fish Bedekowski 他现在在这桌 那大家前面问他是不是出局了 没有 他现在在这里换桌 应该就是现场还有四五桌的那个样吧 然后呢直播桌是两桌 那这里Bedekowski 他是Oying Ago 顺利拿下地吃 我刚刚算了一下 Jawanda他是投入了一个 一个前注 然后面对一个 当时的盲注是 一万六是吗 八千一万六 八千一万六 等一下 我觉得这些无限买路的比赛对 Ivan6很有优势 因为一直可以看见他打到很后面 因为他会不停地买路 好可以看到 我计算出来了 刚刚雪王蛋的手牌拿K-Go同色 是投入了两个前注 他首先扣两个前注 然后需要面对一个分别是18个前注和30个前注的 All-in 那他需要跟注28个前注去赢得总底池 所以一共是84个前注 他需要有33.33%的盈率 那他33.33%的盈率好像K-Go 我来看一下 K-Go is在单挑底值versus40%是50.48 但versus百分 哦 他不够 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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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他做了一个负一的跟注 但是他有可能知道自己会中 那就够了 比较边缘 他不够 但是还OK 还OK 因为很难 因为目前短牌的多人底持计算还是比较困难 就是说跑软件来说还是比较困难 对 这一对一比较 因为你很难确定 就是面对两个范围的情况下 你的K-Go is是处于什么样的一个地步 但一定是不足33.33%的 那我们这边可以看见就是在翻牌的时候 Pater Galski他下了两万五的几分牌 然后呢在这个转牌上面 Ivan再次过牌 然后呢 Pater Galski他选择加住八万 下住八万 如果像刚刚的情况下 假设他的K-Go is面对两家的 的Olin范围 他有30%的获得概率的话 那总体而言 他这个操作是 他这个跟注是长期会给他带给他 负2.8的EV 2.8个前住的EV 对对对 比较的边缘 但这不是标准局 这是比赛 他考虑到自己的后手 依然能够游戏的情况下 他可能需要抓一些机会 去跟人做一个这样的波动对抗 去 这是一个 在数据上 这是一个基于未来游戏的期许 就是他赢得了这个Port 他输掉这个Port 可能对他的目前来说 50多万码变成30多万码 对他的技术来说 影响又是不大 影响不大 但是 当他收了这两家之后 可能他 这个时候有接近 100万的筹码 他的 他的能力 他的技术更好地体现 他能更好地剥削别人 对于他冲击这个游戏的 这个比赛的冠军 可能有更大的 对对 更大的 未来期望 那刚才我们看见 Patergalski 投机了Ivan6 然后呢 在合拍的时候 也修给他看 然后Ivan有点气 说good bluff 你知道要多大胆才可以 因为他有可能就是 桌上最不容易 不粪鼓的一个玩家 对他投铁 那这个比赛 我们现在是停滞买路了 现在赛场 还剩28位玩家 那这里我们看见有五位玩家进入翻牌后 那这边发出AK9 然后呢我们看见Pater Galski 他下桌五万 在这里是有一个卡六的身子 对然后我们看见Makita Pater Galski在这边呢 他是卡绿 他有一个高低的 对对对对 计算过自己的后手筹码之后 是有一个卡绿 那这边的卡绿 是400吗 那这个卡绿 嗯 这边的卡绿 可以看到他是非常稳健的一个人 他的思考时间一直是很长 他选择了all in 那应该是都盖给他了 他被剥削了百分之三十百分之二十八的权益 他也是略有一些失落 不是我的底池 大家都就是现在时间都不知道多少 因为大家都从各国飞过来的 对时差都有一些迷惑 他们可能对港澳比较熟悉 他们对香港时间比较熟悉 所以刚刚Fish说现在是香港时间的晚上十一点钟 对有很多玩家都是欧洲美国飞过来的 飞过来都会对港澳的北京时间比较熟悉 他们一般都是飞过来 有可能直接上桌大海的 我们经常也这样 我一般会早飞一两天 然后调整一下 年纪大了你知道吗 我差不多都是前一天 然后就踩个点什么的 第二天 也有过当天飞 甚至我都是比赛开始了 我在飞机上 然后落地之后直接去赛场延迟买路 可能上桌的时候已经第四个级别 第五个级别这样子 那这边我们看见Steve Chadwick 他拿圈圈 78万几分牌all in 抓住了一个A勾 那两家all in A勾跟圈圈 可以看一下 Chickwick之前刚上桌的时候 就是三十整 如果这种牌能赢下的话 就会成为新的Chief Leader 应该 哇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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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这个翻牌给他好多out 这个翻牌 太棒了 对 你看他现在就是刚才是领先了 百分之五十三 哦 红桃石 哎呀 哇这个合牌跟转牌真的 他其实看到这个flop他也知道 对 已经信心很满了 在flop就已经把两者之间排力上的一个差距给拉了回来 对 二十多万吧 就是时差我到那个巴哈马岛去打比赛 我完完全全时差了 以下两个星期 你跟我说过 对 然后调整过来 就已经是回家了 是是是 我倒还好 因为我是 我那次去巴哈马 是前两天先到了古巴 OK 对我是从南美这边绕过去 绕过去 中美那边 然后就在古巴 那个哈网那那边 就是稍微放松了一下 OK那不错 对 我觉得需要给自己时间 就是调整一下 对 这里是 拿到了 cooler 对这里是 这手牌在短牌里面 是绝对不会逃的 是 因为短牌是一个 更加翻前激进的 激进的一个空间 对 这也是我们第一次看见 AAKK这样撞上 而且是 而且是两个生马哦 两个生马 就是七万和一百零七万 对我们应该这是 就是比赛的筹码领先者了 如果这个 AA拿下的话 这手牌赢下来 那他们两个之中 要产生 目前的chip leader 是一个大合体 是一个大合体 三张花牌 A有没有心头一紧 KK在想我三张花牌 居然没有K 再来一张查理 会有一点落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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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容易累积的积分牌 在这一手牌之间 几乎葬送了大半 一手翻前的哭了 而且发生在两个大筹码之间 对很不幸 看见Ivan6现在变成断马了 不过只要留下一点点的chips 他还是 都还有希望 对 one chip one chair 永远记得这个故事 对 有时他们是一个anti 就是一个前注还可以打回来 对 甚至赢下比赛 对 像之前在亚洲 去年的 马尼拉 马尼拉的那个 今年 去年 去年 18年马尼拉的APPT主赛 冠军在胜最后两桌的时候 他最低的时候只剩1.5个BB 1.5个BeBlind 对 这只要有希望就可以 对 对 对 很多玩家可能在比赛后期 变成短马的时候 他心态上会有一些浮躁 这个时候就永远记得 那个 一片筹码 一张椅子的故事 去想一想 你的境界有没有比 他当时更难 可能弹幕会有人问 就是什么故事 就是之前是有一个大型的锦标赛 他的冠军在最低的时候 是只剩下一片筹码 几乎只有一个anti 对 所以有这个说法 然后在最后 就说当时他的情况 就是别人形容他当时的情况 就是 One chip One chip 就只剩一把椅子和一片筹码 然后最后他就靠着一片筹码 赢得到最后的冠军 那现在我们赛场是有休息 大概差不多15分钟 有一点就是精彩排局会播给大家看 大家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 马上回来 稍后更精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点赛?] Haxan's like, I don't want to put all those chips in with pocket 10s. So he's just going to call. That could have been dicey. I don't thinkHaxan would want to shove all in in caseDivores wakes up with a hand. Greenwolfj9 suited. Giving the hands up against would actually be okay to make the call. He doesn't know it. As you can see it's very split 28, 28, 27% between those three of the four players. So Green went Jack9 suited. It's really seems to be on the cusp here and he's going to go for it. So we have a three way all in here. Jack9,KingQueen,Pocket10. Actually no one really has like a really premium hand here. Very even chance for all of the players. So far a total of 32 entries. Seven eliminations you can see on the bottom right. So Greenwood flops the best hand. IsaacHaxan needs one of the three nines remaining. Turn card is a six. Greenwood just hoping to hold. And there's the king. So Tongtune is going to triple up here. Three more than the six. Yeah. Pretty fair fight. He's got 13 more than Dolan was. 13 more than the one was. Dolin was 66 right? Yeah. So. Pay him 66. Pay him 66. 68 right? 68. Oh 68. Okay. So. Pay him 68. 68? Yeah. And you have... Straight back to the action here. Tune's trying to increase the short stack once more. I mean when you are on the button. You almost are priced in against a seven big blind stack. Hold on. I flicked in like... Oh you already took all of it. Oh okay. Sorry. Wasn't that the problem? So uh... Tune pulls out ahead. And locks it up there. I stand is very shaky in uh... In short the call in situations but... If you only...If you get a price that good... You're gonna really like your hand. Especially knowing that people... Oh Ike have you lost a hand yet? Uh... It's like... No but... You know you could tell from his reaction as well that... He knows there's a long way to go. Wow this is very unfortunate for him. This could be a massive pot here. Daniel the four is... Dominating Hexton. It's a little bit less tragic than it is in Nolum. I told him. Ace Queen has a little bit more chance. Of course because there's less blanks... In the deck. All in. My best guess is that... Ace Queen has a little over 30%. Could be a straight 70-30. Pulls out ahead on the flop. As you can see... So crazy. Still 40%. And it goes down... Now because the King is no longer any good. And finished it in style. So Isaac Hexton with a massive pot there. So back to the run good. Nothing we really could do with the hand though. You can either limp and play it for all in. But or just open shove. I thought you said 249. All in. That's a very small all in. Jax is definitely not... That is a big move with Ike still behind you. Ike is very close to fling stack. That was pretty dangerous. To go all the way there with pocket Jax. Don't forget that... In short deck, Ace King is actually a small statistical favorite over Jax. Needs a Jack to... Take the force of stack. 70. Actually it makes that pot a lot more massive. That Ike just one off the force. Hold i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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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Got one fold. It's a little bit too short to get Chao to fold. So comes an all in situation. Look they're already smiling. Yeah. They're already smiling. Ah nice I got to do it. This is like a home game. I think all these guys just play with each other all the time. Yeah yeah for sure. So 265,000 in the middle. Chun versus Chao. Here comes the flop. Ooh. That's a fair fight. That's a fair fight. Well not really but... Heh heh. Heh heh. Heh hit that Jack. Wow. Now this is a pretty fair fight. Wow. Alright. So 43% for Chao. That includes Chops I believe. Boom. Boom. It's over. That would be a typical short deck run out. Yeah. I think we've seen this several times already. So Tong Chun again. Just cannot win a hand. And she has left to go to... So... High shot. Yiqn is going to limp ace 10 off suit. Hee. That's a good point. And she is going to win a hand off suit. And she is going to win. Okay. 有可能会会有人拆去,别人会拆会。 也不怕有人因为人们没有人。 在同时,大家有可能会滚开的那一招。 所以我爱过约一招。 我这个比特别。 哦,国家王军给玄奏。 哇。 所以您这一招,别人只会有三招。 不是全新的一全都 似乎很少你会弄一下110k 甚至你不想弄一下110k 你不想你的伴供中被调供 去看浪购进去跟先上加浪购 我说 每个人都会在这边 不认识我会弄一下 我看你会弄一下 他可能会在这边看 可能会在这边 但全新的一回应是一般 他会来的 QDTTeX So ChannのでPocketQueens It is a lot of chips Then again you put in 50k Queens is a very toughhand to play The way people always complain about Pocketvic and Hold'em Yeah Queens is that one when you're deep enough in this game Queens is even worse probably because people overreact to Pocketvic and Hold'em Queens is legitimately tough 如果 Greenwood只有一台250k I think he would call pretty quickly 我觉得, here it's a lot and I don't fault him for thinking about it 好吗? 他也要做这个召唤 如果你的相似有一个人再来召唤,你只要来召唤 你可以 creator A. We saw a piano has twenty-five percent equity here pair situations in this game So a little bit better than in nolan to hold them . .. Boom He's going to need some straight cards 有必然都在这个場面 第一次 太多了 证实,拍证了回来 二次会获得最好的 你获得只说你会说的 你不说这 有10突然 只要大家都感觉 那就很大了 所以,我们到你的串番了 好,的第一次 第一次连车的轴据 Ace queen, pocket aces 430-ish I think Greenwood should be happy that Kenny didn't raise because then he might accidentally reshove and get in bed Whoa, what? Whoa, what? What did you just do? That is 90 entes Oh This is not even a raise in front of him, it's just a limp I think that's a bit of a misstep there, it's a little bit overdoing it I mean, I know there's a lot of antis in the middle, but it's too big of a risk when your opponent He even asked Jettin how much he had behind, which is quite surprising I also think that if you make it like 80,000 or 100,000 there, you have the same opportunity against Brynn But nobody's gonna go all in with a hand worse than yours And if they do, it's Jettin suited what you're flipping against Mmhmm Yeah, I think Greenwood, definitely a big misstep here, and he's in big trouble 7-8 There's an 8, he can chop with a 7 It's gonna hit for sure It's gonna hit for sure Wow Would've been so cold Yeah Too many hours Welcome to Jettin 短牌买路的比赛 也是第一天做直播 我们接下来一共是2号到9号 会给大家每天带来传奇扑克的比赛 那我们这一桌我们看见 现在是Ben Lam 鸡牌领先 有一百万的筹码 接下来是John Juanda 我们叫他JJ 然后呢还有David Benefield 这次也来拆加了比赛 Peter Jetson Jason Kuhn 跟Steven Chadwick 然后我们现在前驻是1万 然后呢Button Way 也就是我们的 对 庄家位是2万 好稍事周期过后我们又回到赛场 我们看到现在的直播桌是蓝色桌 比赛信息稍后会显示在屏幕上 现在镜头给到John Juanda 目前Juanda是拥有98个前驻 98万2千 是这张桌子上的2nd chip leader David现在笑得很开心 也是神筹码 92个前驻 对这David Benefield有一段时间没有看见他了 对 对他有一段时间好像成绩非常出色 后来呢他好像是回学校去完成他的 他的就是大学的那个学历 是吗 对 那他还是很年轻哦 很年轻 对 目前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这场比赛是拥有65手买路 场上还剩下24位玩家 据说奖金池的奖励表已经是有了 然后稍后会显示出来 今天我们原计划是打8个level 然后后来是延长了比赛 是从4点半开始 打11个level 好可以看到这里是 跟我拿到了一对K Pocket King 他没有说谎 他确实是拿到第二首最好的牌就是KK Dosufuk这是一根针的游戏 有的时候往往你的KK很强 但遇到了一些AX 你还是有很大的机会被反超 然后这里这个玩家 他以前在澳门有赢过红龙杯主赛 也是来自马来西亚的 他的筹卖非常深 可以看到像Wang是再次又买路 那之前是可以看到被淘汰出局 然后现在又带着球马回到了赛场 Hajigway的刹是拿到了80不同色 选择加注 加注到6万 对可以看到他坐拥大筹马 然后他的打法是非常激进的 在Hajigway他会拿一些 像80不同色这样的牌 也会做一些Steel 那这边Bonnomer他有选择跟注 但是我们看不见他 就是用什么牌来跟注 好 三加底池 这样桌子明显可以看到 好像是比之前的直播桌 要稍微的松且激进 这边我们看见两位玩家 都击中了三条石 但是在庄位的玩家是踢脚也击中 所以形成了天葫芦 天葫芦 然后Trot他也是比较激进的玩家 所以他在这里应该会支付挺多的 对 而且他因为是翻前主导者 他这里做一个C-Bet的话 Wang那么这里基本上是不太会跟这个牌面有关了吧 除非有圈圈 在两位玩家都已经 都已经拥有强关联的情况下 Wang那么这里他只要不是超队 基本上都很难去介入这个战胃 这位玩家也是马来西亚的 对 我经常在就有看到他 然后他也去 也在很多的欧洲的赛场 见到看 对 这边华人的玩家 大多数都是马来西亚人 Olin直接纳秒call了 他打得异常的胸包 对 那这里我看见 Yu他是顺利的翻倍了 这里可能说在前置位的玩家 他打得比较的过度激进 但其实也不是 因为在这个持住比的情况下 他知道他但凡Bet是一定会call对手的Race All In 所以他不需要去做过多的思考 可以从聊聊几手牌就可以看出来 这位玩家是一个异常凶暴 且翻前激进 而且他的思考时间是比较快 比较短的一个玩家 从聊聊几手牌就可以看出来 这个玩家应该是很适合这个游戏 这游戏在翻前的激进度是真的非常重要 我们的警手 Captain又继续在UTG Limp Ben Lam也是Limp Ben Lam也是Limp 对 可以看到在没有位置优势的情况下 他们不管是以什么样的棋手牌 都会大概率考虑Limp 对 那这边Chadwick他拿到A8 他选择了推个All In 他积分牌是差不多29万现在 这里A5会可能会考虑 可能会考虑接住 可能会考虑接住他的All In All In 好嘞 Ben Lam选择也All In Limp call 转码All In Chadwick并没有打错 他在装位完全是可以对前置位的Limp 作为这样子的Squiz All In 没有发出来 那我看见Chadwick他被淘汰了 那我看见Chadwick他被淘汰了 好兄弟 CCV CG 我自己转换了 我认为他转换了 你不明白吗? 我认为他转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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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在床上测吗? 在场合场 今天结束 有可能我们胜决赛多了吧 因为现在淘汰的玩家也很多 我们可以看到奖励表已经在后面的屏幕上出现了 是前八名 这一般都是差不多12%到15% 而且平均积分牌好像是80多万 我刚看到 88万的样子 好我们来到红色直播桌 新的一手手牌 终于看到了BONOMO的手牌 这一手手牌 勾六也是一手比较差的牌 勾圈同色 非常地好 这手牌 看上去就让人非常地舒服 在HIDREK位选择加注入场 然后看起来 看起来这边 向昂他拿到A10 选择跟住 选择跟住 那POR4 他以为可以check 实际上已经被加注了 所以他起牌了 好 可以看到两家在这个面上都有关联 一家是击中了10 选择check 他后置位 有卡9带高章 买后门花 好 前置位的 前置位的 圈勾S 是直接 过牌 面对了一个 274000的 HALL 他这里是输一些 输一些巴 哪怕是面对10 他也不落后 应该心里很清楚的知道这一点 虽然我miss 但是我有 两高high 带卡顺 后门花 面对一个这样子的HALL IN 他不知道会不会能捍卫住自己的权益 我们在屏幕上可以看到他的权益非常之高 是有51%的权力 对 他甚至就是已经领先了对方的 对 他call了 call 好 非常的强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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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到优秀牌手 可以明显的感觉出我的权益是 是 是